這是Jeremy Lin,這是ZigZag 一個星期前 不是看藍球的都未必知道他是誰 23歲效力NBA紐約人的華裔球手林舒豪 經歷夢幻的一星期 連續5場攻入20分以上 帶領球隊五連勝 美國傳媒就用他的盛視大玩潮語 將這股席卷全球的熱潮 形容為Linsanity 林峰熱 有本地的籃球員大讚林舒豪攻守兼備 閱讀球賽的能力強 看他的橙籃 例如有些高佬過來 他看得到我何時放球高一點 有些高佬過來說你放得矮一點 他就看得到橙籃的時間 他過來協防甚麼時候分球 甚麼時候轉方向 做腳步轉移 他這件事是清楚的 他認為林舒豪基本功好 原因跟他在美國長大有關 因為黑人的爆發力強 你對得多 可能知道他防守 撞得多 可能適應了 因為普通我們現在出去 跟外國的球員 可能不是美國 可能是亞洲 就是中亞那些 已經對抗性差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爆發性 已經好過我們 所以如果他 保持在美國 從小到大訓練 習慣了那種方式 可能會好一點 這股全盛熱潮 不但大旺當地門票 和球衣銷售 連本地的球衣專門店都受惠 多了球迷說要買 林舒豪的17號球衣 其實林舒豪近兩天 都其實很多人問 無論在電話方面 我們公司都收到電話 是關於他的球衣 網上都是很多人問 至於我的朋友 都有問我有沒有林舒豪的球衣 但很可惜 NBA實在沒有那麼快出到課 不過我們都盡力 或者很快地聯絡他們 如何可以盡快給我們 歡迎來到第一天的學校 今天我會教你 如何進入學校 在加州出生 林舒豪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 在10年落選NBA選手大會 上季打過今週勇士 今季季前 又加入過休斯敦火箭的練習營 但最終都被放棄 直到季初才在紐約人落班 到今個月初首獲 重用就大放異彩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 何正宣布